据法新社16日报道 数万名抗议者当日在法国首都巴黎街头游行 表达对生活成本上涨的不满 在此之前炼油厂罢工已经持续了三周 导致法国各地出现燃料短缺 报道称 这场抗议活动由反对马克龙的左翼活动人士发起 由法国极左翼政党 不屈服的法国党领袖让旅客梅朗雄领导 报道称 组织方称有14万人参加了此次游行 但警方称有3万人 而包括法新社在内的一个新闻媒体组织 Accurrence的统计数字显示 实际参与人数约为2.95万 在抗议者向安全部队投掷物体后 安全部队多次发射催泪瓦斯并使用了警棍 而在游行活动现场的边缘地带 一名身穿黑衣的蒙面男子还打砸了一家银行 一些抗议者身穿黄色荧光背心 这是2018年开始的法国黄马甲运动的象征 该运动提出的诉求包括 更好的实现社会公正 更合理的分配财富 以及更有效的应对环境问题等 是时候觉醒了 10月5年的不屈服的法国党活动人士 克里斯托福·萨维丹说 高层的人脱离现实 我们缴纳税款 但不知道为什么 一切都在变糟糕 法新社指出 马克龙的反对者 希望利用始于9月底的炼油厂罢工 所营造的政治势头 美朗雄对示威人群说 我们将迎来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周 一切都走到了一起 从这次游行开始 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他还呼吁在周二举行总罢工 一些法国工会已经宣布 这一天为全国罢工日 参与罢工的行业 包括道路运输 火车和公共部门 据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 此前法国七家炼油厂中 有六家发生工人罢工 导致供应短缺和恐慌性抢购 在法国近三分之一的加油站报告 燃料短缺后 法国政府于上周三召开部长级会议 试图解决不断加剧的能源危机 法新社称 截至16日 七家炼油厂中的四家 仍处于停工状态 这些炼油厂都属于总部 位于巴黎的法国能源巨头 道达尔石油公司 该公司上周五宣布 已与代表其炼油厂员工的 两大工会达成薪酬协议 这给这场僵局的结束带来了希望 但强硬的法国总工会 目前仍拒绝接受该协议 其成员继续在维持罢工 法国总理伊丽莎白博尔内 16日晚间对法国电视一台说 如果周一的局势仍然紧张 当局将采取更多强制措施 迫使罢工的工人返回岗位 报道提到 法国能源企业因创纪录的燃料价格 而获得巨额利润 这让一些法国民众对要求加薪的炼油厂员工 表示通勤 而民意调查机构 BVA上周五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37%的法国人支持罢工 法新社称 16日在巴黎举行的游行和集会 虽然是由美朗雄的政党发起的 但得到了其盟友党派的支持 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妮·埃诺 和其他60位来自艺术界的人士 和其他公众人物 也在一封联名信中呼吁民众参与游行